大家好,我是冰哥 好的朋友在炒花菜的时候 不是焯水,就是过油 自己在家做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一定不会比焯水过油做出来的要差 像我这样做出来 不但颜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特别的鲜香脆爽 开胃又下饭 今天我就把详细的做法来分享给大家 下面就请跟着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操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新鲜的花菜 先把花菜切成小朵 在切花菜的时候 一定要从它的底部来切 这样切出来了花菜才会更加的漂亮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碎末 花菜全部切好以后 将它装入大碗里面 然后碗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再将花菜抓拌均匀 这样能够刷掉里面的小虫子 还能够使花菜更加的脆润 在烧制的时候也更容易熟 更容易入味 抓拌均匀之后 再将它腌制20分钟左右 然后准备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将五花肉切成薄片 五花肉切好以后 将它装入小碗里面 再准备一点大蒜 再准备一点大蒜 将大蒜先让刀拍碎 拍碎之后 再改刀 将大蒜切成蒜末 蒜末切好以后 将它装入小碗里面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梅拉 将小梅拉切成圈 切好之后 和蒜末装一起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把小葱 将小葱切成葱段 不喜欢吃小葱的 可以用韭菜代替 小葱切好以后 也将它装入小碗里面 这时候我们的花菜也硬制好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刷出了好多水分 花菜也软软的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将它多清洗几遍 洗掉多余的盐分 还有里面的杂质和小虫子 清洗一遍之后 再次放入干净的清水里面 再将它多清洗几遍 花菜清洗干净之后 沥干水分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 开中小火炒出的翻炒 将五花肉炒香 炒出它的油汁 将五花肉炒至微微变黄 再下入刚才切好的大蒜 小米辣和辣椒结 再快速的翻炒 将大蒜小米辣炒香 炒香之后 再加入一小勺豆瓣酱 继续快速的翻炒 炒出它的红油 炒出红油之后 再把刚才清洗干净的花菜 碾加进来 这时候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 把花菜炒熟炒香 大概翻炒一分钟左右 花菜炒至淡生以后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 再加入一点鸡精 一点点白糖 再加入一点生抽 少许的蚝油提鲜 再快速的翻炒 把调料翻炒均匀 大概翻炒一分钟左右 这时候我们的花菜基本上已经炒熟了 然后再勾入一点薄切 最后再加入刚才切好的葱花 简单的翻炒几下 就可以了 好了 炒成这样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一道鲜嫩脆爽 开胃下饭的花菜炒肉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并留言转发哦